第十集 回到第十集 七季第2、3集 你开了一扇车是否想让大家看一看 门门底反正都 看见你在玩车仔,我就会玩车仔 先讲一下门银头这两个 我们今晚将不会拆,亦将不会拆 因为真的拆不截 不过值得和大家介绍两个COBI的积枉 即是玩二战的兄弟们 这两个产品都是标志性的机器 通常这些组织要多久 即是这个尺寸 如果这个尺寸是三个钟 三个钟左右 或者两个钟,快的两个钟 有些人很手快 我们慢手的三个钟 真是正式组织三个钟 不是你走了 一会儿去和宝宝玩 一会儿吃饭再来 那些不好计 中间实质用的时间三个钟左右 因为它几百块 七百块 你便当是每二百块一小钟左右 它有三个钟 你想醒一下观众介绍哪个钟 其实这个都是略介绍 因为如果想看我砌完之后 或者那些快镜 就留意Toys TV 也是玩具堂的相关节目 这两个呢 一只是ME262A 那时其实是挖时代的杀人武器 是 本身其实ME262A我没有记住 因为那时我很喜欢买那些 舊凌水的移战飞机 书雷巡 是 262A也是一架非常出名的 当时的高科技 噴射机 唯一一架 是的 当年全部都是螺旋掌 是的 很害怕的 就是真的 世界不同了 就是刚刚两样断转 其实德国多时都在研究原子弹 可能其中一个关键就是 当时的爱因斯坦 其实就投诚到西方那边 这个可能是一个关键 当我以后有很贫沛的知识理解就是 所以ME262 当时找了一些王牌机师去驾驶 所以玩开二战的朋友 这只机没说不懂 但现在这个积膜呢 三百多块 基本考虑一下 留意我节目 另外呢 这个 如果喜欢坦克车的 没可能不认识MCA3200 没错 差不多是Shermon红系列 好像高达里面的机械人 是同型里面最重型的 一种或杀伤力最大的 盟军主力战车 因为是零射 口径又大 功率又大 亦都有些电影里面描述过这辆车 是之前有Brad Pitt那一套 我握住哪里 它去驾驾驾驶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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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ning I 加到很大的功率去對抗 其實是普普通通的 不過在戰爭上是沒有絕對性的 偶然間一些Sherman或Fly-Fly 都可以打低一些德軍的重型戰車 本身真的開坦克也有技術 沒錯 那套戲值得大欣賞 在戰略上和技術上 描述得很仔細 其實是很精彩的 這輛坦克車就是模仿型號 因為沒有拉審 因為它用歷史形式說回那輛車 但那個造型 旁邊掛了木頭 很多沙包 掛頭盔 是Excel-E套戲裏面的差不多樣子 所以值得考慮一下 當時坦克掛沙包的作用是甚麼 其實都是防彈 因為在第一層砲彈撞擊 其實很多力已經射了 提前爆炸 將裝甲損傷 減低 那時候有反應裝甲嗎 它就是做了這個反應裝甲的效果 即是自製 對 等彈沒有射得那麼厲害 即是DIY 因為當時的炮彈是有穿甲作用的 射進裝甲裏面再爆 但如果前面加速 就可以加快了 或者加早了爆炸的情況 那就傷害小一點 好 看到有幫人偷笑 不知道笑甚麼 不關事 我知道 我知道 不專心 這個可能跟大家推薦一下這個 Sherman COVID 積默 也是最近的方案 德哥是否有好東西介紹 其實我看是攝時間 對 我剛才也終於拿了兩輛 一輛64的 Good Smile 的車子 咦 Good Smile也出車子 其實我一向都儲開 特別正是這個 初音系的 通車 本身其實 如果說Good Smile 大家都知道 有贊助開 AMG的很多 很多不同的賽事 Good Smile Racing 亦都在日本 亦都挺出名 今次我就叫做 入手了 2018和2019 一個就是10小時 一個24小時的 拉力賽 其中兩架的AMG 都是Good Smile 都沒辦法 都可以close up 看看其實它的細節是怎樣 玩這些車子的 坦白說 最重要的 都真的 看它的拉花 我自己來講 最重要看的 就是初音 變了 其實 如果真是說 未來 我相信 好像2014 或2016 開始 已經有 Good Smile Racing 而主力 都是由初音 來做這個賽車 玩到 今時今日 到2021 亦都有不同的車 已經是 出了廠 落了牆 等等 我想問 初音的賽車 是否找真人扮初音 不是 他會每年找一個 出名的designer 去描繪他們 心目中的初音 然後就會在 那一年 用那個 畫家的初音 來做 這個logo 當然 我自己一向最喜歡的 一定是 這個 糟了 最喜歡的 但不知道 哪個呀 沒有了 算了 真的忘記了 忘記了 FETA What's all right 算了 都不斷轉圈 大家有興趣 其實我也不知道 哪裏可以賣 通常都是訂 你訂的 是訂的 本身在Good Smile的網站 有幾個比例可以給大家選擇 1比64 1比43 以及我自己最喜歡的1比18 有機會我拿一些 和大家分享一下 1比18要幾寸 最近我都開始留意 哇 之前那些就挺划算的 很划算的 其實每次 例如說 大家有看 看 其他的 Todg Race Tiny 那些 差勁 對 哇 相對就真是划算很多 而且 因為本身 特別我又說 Good Smile 他們出的1比18 是樹枝車 哦 真的不同玩法 會玩就知道 其實他們接受的 大比例樹枝車 不過始終是 你保存的時候要小心很多 所以我一定是訂這個特別版 包括外箱 這樣就最穩妥了 是啊 現在這個是不是樹枝的 這個不是 這是鐵的 知不知道 Sorry 應該這樣查 都是樹枝 是的 絕對不是鐵車 也不可以用來推 是 不過這個是 一向都有 樹枝車流行了很久 而且 不會影響 造型 和準確性 是 唯一影響的就是 你不可以用來推 你不可以 平時小朋友 我們這些玩的 你不用自意 真是觀賞作用 不過我個人來說 都很喜歡拉力賽的車 它的花靈是漂亮 還有 那些形態誇張很多 最重要 都是那句 你印得初音 我要付錢 原來是這樣的 對 這個粉絲真的很忠心 今晚還有其他事 沒有 差不多了 我們要拜拜 又是時間 明天 中午大約 十 二點半 一點半 一點半 我們會去 The One 現場直擊 Kenny Wong的 G-Man會 是的 V-ZERO應該沒有記錯 可能真的是第一次 和這個藝人 一起合作 出壁格 好像 我純粹說 Art Toys 當然 Ashley Wood 這一個公仔叫做 SamSam 好像是凡美錯 他真的是第一個 好像是否明天 即是一個 FREE ZERO的戰艦 是 好像是否有那隻 傳說巨神 有呀 是呀 這個真的要說 所以就去拍攝 所以要舉手 剛才說到關於這個 對手說的 大家期待的玩具 這個傳說巨神 我是極度期待的 我看到網上的討論 其實是很情緒化的 一擺來擺去兩邊 因為這個價錢 傳說巨神 原來很多人心目中 一定的定位 雖然香港沒有播過 但是 好像七八千元 這個可以解釋一下 我聽聞 是一個 去握胎去處理 不是大腦去處理 因為原來 有一篇文我今天才看到 其實已經出了很若干日子 就是 祝國龍之先生 他翻譯中文 他有解釋自己的創作 心路歷程 以及 他創作期間的 這件事玩了多少年 很多年 他不是用電腦繪圖 是用電腦繪圖的 是用電腦繪圖的 他用最傳統的方法 慢慢剪出來 所以 是一件 藝術品 你覺得藝術品值不值這個價錢 是另一件事 做的人 是當作一件藝術品 你見到那時候 相信是一件藝術品 我未見到 我看了圖 我看了圖 未必這麼早起床 是 但是我會去看那個傳說巨神 因為我沒有錢買 分時間看到有個老人 不是老人家 有個胡蘇仔在看的時候 那是Walka 我會包住自己 不用不住 是 有五盲的那件事 空得很盲 因為那隻傳說巨神 我自己是 我覺得傳說巨神的設定 本身是很豐富 興趣的 而當初動畫內的機設 是很垃圾的 未見過日本動畫的機設 主角機是這麼垃圾 不是說他醜樣 因為美麗和醜是主觀的 但是 他那個設定 機設和故事的設定 是完全不同的 它是一個宇宙 第六文明的外星設計 設計出來的就是巴士 有車輪 有理大明 明明是地球的科技 比例又不對 是一個14座的車輪 但是很大 那個機設是 巨型14座 看回文獻 都是被玩具廠 你一塊東西 硬硬要將它變成可變 三變 整件事 你的故事編排 我覺得是真的不錯 背景 但是你一件 古代文明的破壞性毀滅兵器 有理大 明明是吉武 然後稍微拉長 好像吉武穿了一個輝春在前面後面 就是一個傳說巨神 這是我個人意見的 但是我很不喜歡傳說巨神的機設 有另一個傳說 就是傳說 《傳聞》中這個項目 其實搞了很多年 好像有這麼多年 這麼多年 是的 這件事其實擺在某公司的研究部 一段很長的時間 我相信做那個人也做了很多 因為他那篇文章也寫到 他還要叫年輕人來幫忙 他那些雕法真是雕雕 你喜不喜歡這件事 但我覺得以製造玩具來說 這是一件事 找一位國際知名的雕刻家 一個造型師 拿一個傳說巨神的拉繩 這樣的玩法 是很獨一無二的 我覺得 如果FreeZero有朋友在這裏 你找到小林成 小林成的傳說巨神 也是神級 原來當年觸龍之是小林成門下 而當年小林成的傳說巨神 觸龍之是有份幫忙搞的 所以為何他真是 執筆再搞傳說巨神 可能有些情節在 這件事很有趣 小林成的那個更瘋 那個瘋的 根本是個寶女 也很生化 你看一看他的腳 是樹根 但是很漂亮 形到跌渣 加上他的畫風 他的畫是很有比例感的 你上網找回小林成 打伊迪安英文 就會容易找到小林成的幾幅畫 是的 所以就算你不是看那個 Candy 也要去看詞說巨神 因為經過兩位這樣說 大家很吊癮 不妨去看看實物 因為我聽說有人看過實物 即是竹谷露斯哥的實物 都是勾了嘴 我希望他能夠 我預備了勾嘴 還原 即到產品還原 那個現象 那我就厲害了 兩件事預備了 就是預備了勾嘴 以及預備了玩德哥那種 是的 麻煩QC真的要弄好一點 幫幫手 即是不要 那些塵在這裏 你還在這裏 很煞風景 我相信我有些信心 爸爸這個價錢 我想他們會聰明 因為傳說他們的處理 都是當一個P審處理 就不是當量產 是的 傳說他們 大家都不好意思找大家 懷疑了 這件事 拖得太長 但是 幸好終於被拘捕了 這句話 拜託 QC 應該有敬本去看看 如果你有機會找到竹谷大師 即是在疫情後 來香港 即是露兩手的 那就更加好 我會準備好我的50限定的SIC 不要緊 我認識一個朋友 他叫做蘭谷竹 或者可以幫你簽名 神經病 好 就是這樣 今集玩完了 再見 再見 沒話說了吧 沒有啦 沒話可惜 再見 好 再見 再見 再見